近年在香港很多人都會玩一些二手的鮮 因為價錢比較划算 給新標就實在划算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隻103 其實在鮮這個Family裡面 它也出了很多年 其實它有很多古董 有些是上鏈、有些是自動 有些是有日曆、沒有日曆 這隻倒轉品自營的CEN 103 Limited 用上了舊Logo的擺放形式 3個10D不是一般的白色 是一個Creamy的淡黃色 希望像Vintage的感覺 這隻103限量500隻 在香港沒有銷售過的 很快就被人掃了 反而這些紅貓面 倒品自營的如果沒有日曆 更加多人喜歡 它也有Argon gas的感覺 那天有一個人和我討論 為甚麼Argon gas 就算是新標 看上去的指標 也有一點深藍 其實大家不用太緊張 我覺得那些標 基本上有防水圈 這件事其實都是一個 兼儉 而且它的外層 就算是有一點感受到 香港的天氣的水份藍了一點 其實對它的手錶沒有影響 我看過有些Creamy的Creamy 是沒有藍色的 它變成了米黃色 成深黃色 我覺得它反而是老化的跡象 但其實沒有關係 對手錶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大家看到這隻103限量 跟我們平日在網上看到的二手賣 那些玩家賣 自己的Creamy 就很少看到這個樣色 有些就是 通常是這樣的 像7750那種擺法 這隻就少見一點 有一個透底的機芯 也是一隻鋼的手錶 不是太的 整隻手錶的重量感也好 我又不是太佳的造工 不過 鮮帶上手 那種粗礦和軍錶味 真的比較令人迷罪 我自己也有很多品牌的手錶 但我對鮮特別有些情意結 好 多謝大家